來看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 昨天報導 中國駐美大使秦剛 日前接受專訪時表示 臺灣如果在美國慫恿之下 繼續朝獨立之路走 可能會將美國和中國 這兩大強權捲入軍事衝突 報導指出相較於過去的 籠統警告秦剛這一番的言論 異常的直白 這也是秦剛上任之後 首次接受一對一的採訪 對此秦剛還談到北京冬奧 對於美國與少數的盟友 以及新疆人權為名而發起的外交抵制 秦剛依循中國的一貫說法 表示新疆不存在種族滅絕 還說這一切都是本世紀的大謊言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事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